HELLO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早上的話是HONDA的HRV 那下午的話這部車是很謝謝車友 大早就來我們這裡等候了 那因為早上剛好已經有預約車輛 所以我們就幫龍哥排斥下午的時間 那這部車是最新款的RAV4的五代 五代的話它的底盤已經變成是TNGA的底盤 所以它跟前一個世代的底盤呢 進步的非常非常多 那它的車高也比前一個世代大概七指幅八指幅還要低 所以它的整體的操控會比前一個世代好得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車主其實基本的一些改裝 原先有改了避震器還有改了拉桿之類的 那今天除了KT的道路板避震器之外 後面的兩腳調整器還有後面的防晴桿 防晴桿的話今天個人主定的品牌是HONDA 是第一吋的就是25.4的一個出氣的 還有一個是後下結構桿 一共改了多改了這三個東西 再加上KT道路板的避震器 那當然今天介紹的主題呢還是在於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單位要裝上去的後面的這個是防晴桿 那為什麼要改防晴桿 因為原廠的防晴桿它的粗細比較細 改了粗了之後它防晴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防晴桿 那這個是HONDA的一個後下的結構桿 這是後下的結構桿 這是後下的結構桿 開小聲哈 這是後下的結構桿 所以這個後下的結構桿 再是後面後手的下方 有嗎? 大聲一點 好好OK 這個是後手的下方 這個呢有分左右邊 那這個是車友本來阿龍哥他本來就有改了一個TS的避震器 那龍哥是想要再換換不同的一個程序的感覺 也幫TRAFFORD五代的車友們來試試看不同的避震器 那帶給車友們一個不同的操控感覺 所以那TS的設計的話 它的前面的配置是 前面7公斤 後面6公斤 那還沒聲音嗎? 有差嗎? 有差嗎? 一二三四五 這還有聲音嗎? 那我拔起來再拆一次 下方沒有差好啊 拔起來再拆一次看齁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這樣有收音有正常嗎? 這樣收音有正常嗎? 這樣收音有正常嗎? 這樣有二十二個人 有齁 有齁 OK好不好意思 因為這什麼手機? 蘋果的齁 好 好 那這個是TS 原來前面的一個避震器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話 配置了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6公斤 其實這樣的一個彈簧配置呢 剛好跟KT也是一樣的設定齁 所以到時候如果裝好的時候 就可以給車主一樣做做看兩個平台 各有不同的特色的一個改裝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它的前面上座其實是有斜度的 它的前面上座有斜度的 那不同間有不同間的做法 TS的做法呢 它是做一個魚眼上座 來做出精準的斜度 但KT的話因為沒有用魚眼上座 KT的做法是做強化上座 可是KT一樣有附上座 那強化上座 這台車它的斜度呢是8度 我們很精準的做出Raffle 5代8度的斜度 所以給這台車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那這個是後方的調整機構 跟後方的一個主擬頭 那TS的它是正插做導裝的形式 然後Hilo Key的話好像是放在下方 Hilo Key是放在下方 那這個放在下方也好 放在上方也好 其實它的功能都是一樣的 都是藉由這個的長短來調整車高 那原先這台車高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我們今天等一下上車的時候 也預計做到兩指幅 但是因為KT的這個調整機構做得比較長 因為有的車友他並不想要降車高 所以KT後方的調整的範圍呢 會稍微做得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這台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在調整車高的範圍 都盡量能夠讓它做到跟原廠一樣高的一個高度 那其實這台車如果不考慮輪胎跟S版干涉的話 那KT的設定其實可以降到大概半指一指都沒有問題 可是當車高降低之後問題來了喔 它的後輪的Camper會變趴 所以為什麼在車高降低之後 會建議車友們要改 仰角調整器的由來就在這裡 因為它原廠的仰角 原廠的仰角 它原廠的仰角 它並沒有做偏心螺絲 所以原廠的Camper 並沒有辦法做改變 原廠只有辦法用竖角來改變而已 所以要改仰角調整器的由來 就是因為我們它的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後輪就需要藉由仰角調整器來改變Camper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上部的上座都需要沿用原廠 KT的設計阻尼調整是做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剛剛一直講很久的部分是這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在做在上方 然後因為KT的做的牙長比較長 所以要做到原廠車高一樣呢 也都沒有問題 對了 這一台是有電款的 而且這一台是油電款的四驅的版本 因為RAVOR5代的話 它有分很多二驅、前驅 一般汽油引擎跟油電混合的引擎 所以這一台是2.5升的四輪驅動 剛剛影片一開始漏介紹到了 不好意思 所以這一個的後方的設定 它變成就能夠調整的範圍 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牙長做的比較多 那彈簧的部分的話 也有稍微拉長了一點點 KT的彈簧是做到230mm 23公分 所以它的長度的話 長了兩公分 那長短對於乘坐感覺的話 應該是說它的作動行程會稍微較多 所以如果要舒適 為原則的話 彈簧會盡量增長 但是如果是 你有問題嗎? 剛剛有說要換仰角調整器嗎? 對啊 那可以只換素小嗎? 好 這位副主播 副主播詢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換仰角調整器跟素小調整器 那其實這台車 這個跟定位角度有很大的關係 跟降低的幅度也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 車友們的降低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那它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Camper就會變得比較怕 那到時候就可以用 兩角調整器來做校正 可是素腳的部分 原廠它其實就有一顆偏心螺絲了 所以如果有改仰角調整器的話 一般來說 素腳就可以藉由原廠的偏心螺絲 來做到校正就可以了 問題寶寶還有問題嗎? 很棒 那我們再來繼續介紹 這個後面的話 像防塵套 饅頭一般改裝避震器之後 都會廠商都會附 所以這個防塵套 這個饅頭 就使用KT的就可以了 但KT的話 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 的工廠 所以 像是用料的話 即便我們用的是KT的主尼 那個 IP的主尼 我死了 不好意思 IP的主尼 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可是呢 這些久了之後 一樣會烈化 一樣會衰退 也有可能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三年五年之後會漏油 那KT都有辦法 針對這樣的耗材來做汰換 譬如說防塵套破掉了 饅頭破掉 這個都是可以汰換的 因為KT本身就是一個工廠 而且 這個主尼油 用到那麼好的主尼油 也會烈化 烈化之後 可以回來 KT的工廠 或者是到 KT全省的經銷商店家裡面 來做一個主尼的一個汰換 都是有辦法做售後服務的 都是可以維修的 好 後方的話 除了兩角調整器 待會裝好之後 還會改裝的是這一支 這個就是 後面的防型感 後面的防型感 因為底盤全部都握手握手 所以看不太清楚 就是這一支 這是等一下要改裝的一個 後下防型感 這個是後方的結構 前面哪一邊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介紹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7公斤的彈簧 可是有把 有把彈簧的一個 歐滴子 把彈簧的外勁 把它拉大 因為這台車 還是 基本上 它還是一個休旅車 所以為什麼不配 直捲彈簧的原因 就是因為 當我們配上 燈籠狀的彈簧 它遇到坑洞 彈簧往下壓縮之後 如果是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所以它就是直上直下 可是配了像這樣燈籠狀 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大概35%到40%的力道呢 是可以往兩旁釋放 所以當它遇到坑洞之後的回彈 會比較 沒有那麼直接 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這個是前面KT所配置的彈簧 就是燈籠狀 然後彈簧長度是237公斤 那這個上座需要來說嘴一下 這個上座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引擎好了 這顆是油電引擎 這個是油電混的 所以動力也比較大 2500cc 動力也比較大 然後油耗的話也比較緊急一點點 那這個上座如果從那個角度的話 不曉得能不能拍得出來 它是有斜度的 這個避震器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這個斜度的話 斜幾度很重要 這個斜的角度呢 它是正八度 就是八度 所以需要做一個斜的角度呢 讓它的上座能夠跟八度來做吻合 所以第一個 它的上座就比較不會因為角度沒有做準而減少壽命 第二個 也比較不會因為轉向的時候軸心單向受力而造成軸心的偏門 第三個 它的直推軸層 它的軸層呢 受力也會比較平均 也比較不會影響到軸層的壽命 所以這個前面上座 第一個KT有附不用沿用原廠 第二個就是KT的準度呢 做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是能夠使用壽命會稍微比較長的一個強化上座的設計 好 這個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方的部分 下方的話 譬如說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因為它的結構也還蠻簡單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原廠的規格 那這條彈簧就是剛剛這裡介紹到的 它的圈徑呢 比較大 所以這條彈簧在乘坐上就會比較舒適 那為什麼會配這條的原因是 因為這台它是休旅車耶 如果我們配得太過於靜忌的話 它可能乘坐上起來的感覺呢 就會比較直接 如果RUFO的車友 它是很靜忌的車友 那當然會配公斤數比較高的直捲的規格 但是如果要兼顧到舒適度的話 那它的彈簧的話 我們才會配這樣的設計 那今天的車高的話 大概會做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以這台車來說 KT它能夠調高 調到最高的話 跟原廠一樣高都沒問題 最低的話 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剩下半指也都沒問題 只是如果有改裝鋁圈的話 它的後面的葉子板是塑膠的 它改裝鋁圈的輪胎一定會外擴 如果降得太低的話 就有考慮到會不會磨到的問題 那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方向板的時候 這個前面的避震器 會比後面還要更辛苦一點 它還要得負責轉向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 在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敲緊 如果沒有敲緊的話 它可能開一開之後會鬆脫 鬆脫的話不會有危險 可是會有咕咕咕的聲音 所以這個前面的話 安裝完畢之後 車高調整完畢 需要把這個齒輪狀的環狀頭盤 把它鎖緊 把它鎖緊 那在阻尼的調整部分 KT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一般來說 如果原廠的輪胎的話 開壓正常之下 我們建議的一個阻尼池 大概是14段到22段 這個區間 是一般車友 開起來會比較適合的一個 一個區間的段數 那如果比較熱血的話 那就可以再往上調 比較25段26段 都是可以的 OK 還有問題嗎 調到0段 好問題 如果調到0段會怎麼樣 調到0段的話 就會比較像是 阻尼不足 那阻尼不足的話 它的後方的 或者是車子的避震器 它沒有辦法遇到坑洞 一次就吸附住了 它可能會有 會比較舒服 可是會有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是第四次的一個小晃洞 所以阻尼的話 它會有一個黃金區段 是適合大概 比較大部分的車友 好 安 有車友有問題嗎 沒有啦 沒有 我們就要結束囉 那 再最後一個問題 好 請問經理會害怕被 新的網紅取代嗎 不會啦 拜託 經理是什麼 是老帥哥 好不好 還有一點賣相 所以不怕會被取代 但是呢 因為經理跟真的是 有時候比較忙 所以會請那個 我們的新的那個 盜版 盜版的主播主呢 來跟大家介紹 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不要支持盜版 好不好 支持盜版 支持盜版 OK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如果 喜歡我們的直播 又是Run4的車友的話 拜託請記得幫我們多多分享 在群組裡面 那 KT的工廠也好 或者是我們北區的清銷啊 還有 南區的清銷 南區的工廠 南區的配合的店家 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歡迎大家跟我們聯絡 也歡迎大家來試乘 謝謝大家 拜拜